国内陆续传出有不法分子售卖伪造的接种疫苗电子证书购档 当中登加楼的一名医生涉及私售假证书 在延扣期建满之后今天获准保释 另外在沙巴亚币则有一名男子涉嫌收取2000令吉的贿金 协助民众取得接种疫苗电子证书 昨天开始遭到延长扣留7天协助调查 登加楼之后沙巴亚币也传出有人出售假疫苗接种证书的勾当 反贪会接获民众投报后 昨晚在亚币反贪会办公室当场逮捕一名三十一岁的男子 路往男子涉嫌去年十月开始充当中介人 贿赂疫苗接种中心的工作人员 以协助反疫苗群体再不需要接种疫苗 就可以顺利取得麦斯加特拉手机应用程式的疫苗接种电子证书 反贪会官员今天将涉案嫌犯押上亚币推示亭 获得推示杰斯卡发出7天的延扣令 至于涉嫌售卖假疫苗接种证书牟利 而在几天前落网的私人诊所医生 登加楼总警长拿督罗海米证实 51岁的嫌犯在担保下获释 目前正在等候检察官发落 警方上星期六逮捕嫌犯归案 两度掩扣他调查 初步调查 嫌犯是从去年9月开始 以400到600令吉的价格 售卖假疫苗接种证书 给还没有接种疫苗的民众 至今购买假证书的人数多达1900人 警方也在追查这些人的下落 另外在涉案诊所工作的六名职员 前天已经获释 来自购买的美作证书